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南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入婆媳打开视野 在一一的收看的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蓬佩奥说 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美国的一中政策出现了变化吗 还是他在帮川普铺 一个最后的大惊奇的路呢 而拜登当家之后要走国际多边路线 不过RCEP他们这些重大的经济组织 有丧失了多少的先机 以及香港议员被集体的取消资格之后 北京对于香港还会有怎么样的出手 为您介绍今天邀请他三位来宾 首先是国际情织专家 赖月谦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立委国正亮 大家好 丹丹大学两岸关系严重心主任 张吴玉老师 大家好 蓬佩奥美国国务卿这个位子 还会坐多久 不知道 不过最近他的动作 他的话是蛮多的 日前他才说过 川普政府对于中国大陆的强硬政策 还没有结束 最近他又说了 他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这样的说法是否已经是完全 就已经对于美国长期以来的 一中政策出现了变化的一个挑战呢 是否也违反了 这个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个三个公报 因为后来这个美国国务院的网站 非常罕见的有全文登出 他受访的时候的文字稿 所以这代表说 国务院跟美国的政府 是把它坑出来 代表说他不是随意讲出来 讲说话讲突诚的 如果你是讲突诚 不小心讲错的话呢 国务院不可能把你的专访文章贴出来 所以是包括了川普政府 现在此刻一个态度吗 请教一下张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话这时候讲 什么意思 有没有挑战到一中政策 我想当然某种程度来讲话 这是会引起来很大的震撼 但是我说蓬佩奥讲 我们看到这个人人格特质 第一他是西点军校第一名毕业 第二他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 第三他也曾经担任过众议演 那更是企业的大众 所以我相信说他应当是经过 精算过才讲这个话 那精算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的 川普或许在1月20号 明年就要走入历史 但是川普主义跟川普的支持者 这个庞大的资源 谁是最强有力的继承者 谁是对手强有力的 一个所谓很大的资产 谁来接收资产 以下川普政府里面 我看应该没有比 除了川普之外 应该没有比蓬佩奥 更加的歧视鲜明的吧 所以他很清清楚楚认为说 抗中这个政策 仍然是美国的主流民意 因此在最后关头 用这样子的话来表达他立场 也希望能够接收很大的资产 但谁都很清楚 这一句话他在上台前时候的讲话 跟在卸任时候要讲的话 当然力道跟影响力完全不一样 不过你刚刚讲说 如果他是要去接收 川普主义的延续他的生命的话 就他现在可能要挑战 大卫的机会是存在的 所以这样继续让他温度存在 一定是的 那这样话讲出来之后 北京这两天 其实没有一个太大的反应 北京大概只有目前为止 外交部欢迎人跟国台办的欢迎人 都做了一些所谓 造型性的一些所谓 自私的反应 但是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做 你觉得为什么就是先hold着 反正他还做不了多久 我想说静观其变吧 静观其变 静观其变 国瑜你来看蓬佩奥 就是完全为他个人吗 如果他为他个人的话 至少美国国务院也帮他背书 所以可能川普在某种程度上 也默许他这样做 要延续这个温度 表达他是国务卿 是啊 国务卿要求把他讲过的话 放在国务院网站是合理的 那基本上是这样 还有要公布什么其他的 当然啦 因为蓬佩奥如果今年去参选 他的州的参议院 其实他会上 参议院 可是他并没有竞选 那表示他看的是更高的位置 就是2024的总统 那对中国台湾的战略清晰 他认为一定会强烈对比拜登 拜登未来大概就是又回到 战略模糊那个姿态 那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预告 就是说我以后就是 中国政策跟你拜登 民主党来对比 那我一定是一路批评 有没有一种是 共和党政府川普现任之前 给接任的民主党政府 一个某种程度上的压力 我认为是蓬佩奥的一个战略布局 纯属他个人战略布局 他实际上代表相当大的力量 他背后是柯克兄弟 那是共和党最大的金主 那基本上他就站在比如说反中 然后是要求战略清晰对待台湾 这样的一个立场 那这样的立场 因为他大概也预期到拜登贸易战 可能会暂时和缓 那跟中国会有一个比较多方面的 有竞争也有合作 那这个显然他可以找到一些点 来跟他做对比 不过这不代表美国政府对于 一中政策出现变化 不过至少是他的立场 那你如果说他四年之后有机会 那当然有可能变成美国政策 可是重点是对这个议题的回应 因为不只北京是淡化处理 连台湾也很淡化处理 台湾非常啊 根本看不到新闻 台湾就只有说呼吁大陆应该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这个事实 也要尊重台湾的民意 我们陆委会是这样回应嘛 所以就表示说这个议题大家也觉得反正拜登大概也当选了 所以大家不要去挑这个议题啦 反而是川普啊 去发布紧急命令去进了那个31个军方企业 说美国的退休金不能去投资啊 那下午 大陆就立刻发表 恭喜拜登当选的声明 所以这个例子还更直接 当然啦 这是很直接啊 这个很多时候国际之间 或者是一些 不管是台美或者是华府跟北京之间 本来最在意的一些点 到了某个坎尔上面的时候呢 反而都尽量淡化处理 这是很妙的事情 过去如果是美国的国务卿讲这样的话 台湾的外交部会当然会大做文章 或者是会把方向头条 不过这次就淡化了 我想川普如果连任他就不会这样讲话了 我也这样觉得 对啊 因为给自己找压力啊 是啊 对不对 因为看到北京的状况一定会比现在反应强烈多了 蓬佩奥还做了一件事 他也提醒拜登 就是 虽然说蓬佩奥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他最近摆面我觉得不输给川普 他提醒拜登 不要跟外国领导人有不恰当的谈话 以免处罚 那因为拜登已经开始跟一些国际的领导人 开始有不管是打电话啦 或者是有国际有发贺点给他 那拜登最近谈话的对象 包括日本的菅义伟通上电话 确认钓鱼岛列宇是属于美日安保条约当中的 那携手合作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等等 那老师你怎么看 蓬佩奥他这一系列的做法 那包括了美日之间的谈话 蓬佩奥的这样的做法确实是在累积他自己的政治资源 所以我觉得他的政治意图很强烈 而且也很明白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特朗普也特别说 这个蓬佩奥他才是他最忠实可靠的活慢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的档次是想办法拉在2020年的这个档次 我估计如果情况没变的话 很有可能特朗普2024年要捲土重来 如果没有被关的话 对那怎么样可以不被关 就是怎么跟共和党的领导群 怎么跟民主党的拜登 维持政治能量 怎么交易 美国整个政府 美国整个国家都是一个交易的国家 都是交易的政府 所以他们的罪犯可以跟检察官有交易 所以他们都是一个交易的一个国家 那因此呢他们的法律的设计制度 也都是交易的 所以我觉得以现在目前特朗普 他的整个团队抗争这么厉害的话 主要的目的还是要给自己增加交易的一个筹码 那如果交易谈得很好 也就是说两党都默认特朗普特赦他自己 那他就不用被关了 那如果只要不被关 2024年他要出来选 他的副手是谁 蓬佩奥也是一个候选人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蓬佩奥也有打算要走这条路 所以他把他的档次要把他拉高 可是问题就在于 这种拉高的方法太赤裸裸了 非常赤裸裸 他是一个国务卿 而且马上要卸任的国务卿 然后对于一个即将要上任 而且已经在舆论上在媒体上 在选票上被计算出 已经是三千三百多票的 选举人票的 当然的一个总统 然后我给你下警告 这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暗示 你不要跟一些国际领导人 有不恰当的谈话 有没有任何的针对性 我觉得他这样子一个讲话 就等于是有点 就是说他已经把他姿态拉高了 就是说你还没上任 我现在还是国务卿 然后我跟你难看 你少跟一些领导人讲话 所以他的国务院 他自己也押公文 各国的贺电里面 他把他押下来 而且也不公布 也不公开 这个要补充一点 因为今天川普号召 百万人上街抗议 就这个周末 就是今天嘛 那蓬佩奥在这之前 当然要选择 我是绝对的川普伙伴 对的 所以那立场要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也看到 美国政府在分裂了嘛 例如说你有看到这一次 不是这个国防部部长 其实他是自己要请辞的 然后这个川普的 特朗普的做法就是 我开革你嘛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部长他很开心 我乐于被你开革 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违反宪法 也不愿意再冒一个 上次到教堂去的那个 那么去押政押民兵的 那种那种风险 现在被开革有行情 但是重点 对 现在被开革可以洗白啊 这喔呦 这以后拜登 搞不好还有机会进来 哇 现在被fire是有行情的 可是重点是在这里 新的国防部部长来的时候 然后他的参谋所长 联系会议主席就在旁边 发表讲话的时候 他就讲 我 我是不会服从独裁者 我也不会服从国王 我也不会服从国家 我只效忠 美国的宪法 对啊 当着这个部长面 所以这个部长说 你给我门槛那么高 我压力很大 那意思也就是 我是泳斌的 川普总统联系会议主席 不是你特朗普 可以把我翻而掉的人 你在哪里 á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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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